魁省移民部长表示 今年不会大幅增加移民 一个多月前 魁北克政府曾表示 有意制定新的移民目标计划 增加移民已经数量 但魁省移民部长吉诺特在本周表示 省府已放弃了这一想法 今年年底之前 无意提出新的移民计划 今下也不会举行相关的公众征询 今年4月底 魁省劳工部长布莱曾表示魁省劳工缺口很大 呼吁加快移民的引进速度 移民部长吉诺特表示 将重新审视魁省移民政策 制定一个新的三年移民目标计划 来满足魁省经济发展的需要 据加广报道 吉诺特6月14号星期一在大蒙特利尔商会会议上表示 魁省政府已经放弃了大幅增加移民额度的想法 也不会在夏天就新移民计划举行公众征询 当商会主席提议将魁省移民增加到每年6万名时 他回答 配额不会是6万名 我们已经制定了移民目标计划 我们将继续这个计划 根据魁省CAQ政府以前制定的移民计划 魁北克在2021年引进44,500至47,000名移民 2022年计划引进49,500至52,500名 在2020年 魁北克政府预计移民指标在43到44,500之间 由于疫情的原因 实际接受人数仅为25,200名 吉诺特还表示 即使劳动力非常短缺 引入移民也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省府正在研究还能做些什么 我们希望吸引更多年轻人从事需要的工作 记住了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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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